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得了良好成绩 更重要的是其口碑创下了近几年来的最高分记录 很多人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都给出了超高的评价 在电影院的那种震撼也是在此前很少有过的 所以这部电影能够拿到这票房和分数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也有很多人表示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 这部电影将会成为今年的年度最佳 也将会代表国产电影去征战国际上的一些电影奖项 但是现在不得不说意外真的出现了 不但出现了而且一出现就是两个 这两个意外就是接下来上映的这两部电影 很可能会成为《我不是要神》 争夺年度最佳 路上最大的两块半角石 第一部就是张一谋将在9月30日上映的电影 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放出很多宣传海报 还有一些短的宣传片 从这些蛛丝马迹中 我们完全看得出来 张一谋这次的野心也是非常的大 中国风的大旗场面 河水墨画式的整体风格 很能吸引眼球张一谋的电影 别的不敢说 就集美术水准来说 国内真的很少有人比得上 从英雄到长城 再到这部影都把画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摄影出身的张一谋 在这画面上的把握也是远超其他人 而第二部有可能撼动 《我不是要神》年度最佳位置的 是贾张科导演的《江湖儿女》 这部电影现在的宣传力度也不是很大 但是这部电影就快要上映了 现在距离上还有14天的时间 贾张科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是现在很少见的比较纯粹的电影人之一 而此次这部《江湖儿女》成为目前为止 年对最受期待的电影没有之一 该剧由赵涛 廖凡 徐征 冯小刚 刁一南 张一白 张一 冯子健等人联合出演 看看这个阵容 大家就可以猜得到 这部电影质量肯定很不错 在这部电影宣传之前很多人都觉得 《我不是药神》将会成为今年的年度最佳 但是在这部电影宣传之后 很多人都觉得《我不是药神》这次宣传 对此也有网友表示 《江湖儿女》无论在哪方面都是秒杀《我不是药神》的电影 其实小编觉得话不能说得这么夸张 《我不是药神》本身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 可以超越 但是秒杀这个词好像是有些过分了 而且现在这部电影尚未上映 一切都还不好说 不过根据大家的推测 这部电影现在已经预定年度最佳了 而能够代表国产电影征战四方的 也将会是这部电影